有些东西对人做非常简单 对机器人做非常难 那我可以重点 我不假 说服别人也是比较快 不不不不是 我告诉你用法不得 现在开始定位了 你看那机器人开始已经动了 那个黄色的那是拨线工具头 它就是进行导线就是拨皮 拨皮作业 你看人干人的 机器人干机器人的 两人分工协作 然后呢 一到十七的钱 For over 30 years Zhang Li Ming has held the same job as an electrician and there is one problem he has been working to overcome 我是从事外线工作的 这个工作呢 比较辛苦 就是点多面广 而且在野外 我记得一次 在吉林路边吧 就中午的时候 特别热 真是那个穿着绝缘服 那种还要求穿绝缘靴 那个出的那汗 就绝缘靴脱下来以后 就一倒 不说倒 就是真能往下滴的水 就那么多汗 所以说是这种危险性挺大 所以说我就从那儿就开始想 能不能用机器人的方法替代它 说到七八十年后来也是 我之后研发机器人之后 还了解说 你看那机器人 因为我们那个 绝缘生效平台 它是有一个载荷的 就是说它的重量 不能超过两百二十公斤 它们之前都使用的是 一压的机器人 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 最少了也得三四百公斤以上 它完全就超错这个份量 所以说这几样东西都可以去掉 就所有东西能减就减 我觉得因为是最终的目标 能达到机器人一端能端得住 这是一个跟队 省事就说 反正什么那个尺寸 拉搭杆 绝缘杆的尺寸 反正就是你给它单独设计一个头 就拉搭杆 就说我可以凝上一个 就是专门一个头 然后安装用 12年13年之后 在脑子里一直在 有时候我就想起来 酝酿一下 这怎么 这个工具是什么样子的 干哪个活的工具是什么样子 都一直在脑子里酝酿 然后中件 我想到了是用绝缘杆做一把 就中间夹一段隔绝缘 用两段电源 上边那部电源是工具的电源 它只是机械部分 下面是机器人进行中间的 那个从物理隔绝吧 就是包括用那个 绝缘资棒啊什么 这种形式这种隔绝 However Turning the idea into a workable plan and winning the support of colleagues would also prove to be a challenge 我记得六月是九号左右 八九号的时候 还有十多天二十多天就要交工了 这本部我叫预点部我叫做 召开了一次大家一个见证会 现场对这个工作作业的模式 包括我们的这个 节眼支架的这种设计的形式 大家就提一点 提了很多很多的意见 我是能吸取大家的意见 但是工期我也是这个630的这个 这个一个就是我负责人吧 也叫我们当时这个研发组的组长 所以说呢我作为一个组长负责人呢 我觉得工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定要630完成吧 你6月9号以后要否定这个支架 那就推厂太难了 我确实当时也是挺着急挺生气 就是内心比较生气 然后回来以后呢 我也就听着半点我就抽起了 自己静了静 机器人的研发就绝对离不开 我们这个一线工人的一些 就是实际经验啊思路也好 包括你看那个 今天我们在碰撞的时候 就是我们拿出两个方案来 就是进行一下对比 它那方案就是很多的 就是说是能够实现 就是你用处理的设备 肯定是不实用的 Combining his colleague's suggestions Jong Li Meng led his team to keep testing the robots and they eventually accomplished the final goal 就是一件操作 就人也不能管他 他就整个的自己定位 都自己都完成了 每一项九分钟非常快 就是说我一个多年的一个梦想 终于完成了 So far Jong Li Meng's team has developed four generations of robots which have completed over 400LiveWire jobs Although now he puts most of his energy into innovating products Jong Li Meng continues to work on the frontline as an electrician solving problems for people in his city 要见面了 要见面了 好嘞 再走 到居民这块是社区的 开展志愿湖 我估计我的技术也会落后的 我怎么能够把大家这种协调 说动大家 把两头的这种 这个两个方面的这种思想 统一起来 就这个最难了 其实我们的出发点 我就是想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上百年了我们电工还是这样 对吧 我们再过几年 也许可能 经过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可能我们再看电工 就不一样了 我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人 都是我们机器人 进入我们电力检修行业的 这个这一重大事件 重要的参与者